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暑假将吃,而各种来自中国的毒药,还是在不断的外销 真的是每天照三餐也是吃不完 新凡人修仙传 目前有另一款,凡人修仙传M,在季废三档测试中 但跟我今天介绍的这款游戏是不同的 那款的代理商纯白之径,依照之前代理过的游戏做推测 背后的母公司应该是中国的三七护鱼 跟4399也算是师出同盟了 两间应该很常在法院碰面 所以看到这家的代理游戏,可以玩玩但不要太认真就对了 而且收费加三档跟之前某盗版的LUNA不是一样吗? 最后如果无声无息的消失,玩家可能也无法退款了 而虽然两款是完全不同的游戏,但本质仍是一样的 也只是想将垃圾变成黄金来坑杀玩家 关于新凡人修仙传,陆服于今年的1月14日开册 开包商是中国的减热互动,而发行商为中国的中手游 这间中手游就是在去年以23亿台币买下台湾大羽旗下的子公司 北京软心49%的股份,以及包含中国地区的先见IP使用权 台湾的代理是魔方数位,最近还准备上架在中国已凉趣的某某中原手游版 那款游戏对我来说没什么回忆点,不知道会不会又一堆人因为情怀去入坑 但每次说归说,还是有不少韭菜串出头去给歌 而回到游戏本身,又是主打正版授权的换皮游戏 玩法仍是健鸿就点的放置型M&O 其实只有男女可以选,但别以为这样可以逃过后续的客金布局 UI界面虽不是直接搬来换皮手游那套 也没有轻弓大翅膀跟闪亮称号 但瞎趴的坐骑依旧存在,而初期我们只配坐绿叶 建模方面,不知道是经费不够还是审美的意外 有种介于Q版跟3D的风格,我是不觉得很好看 战斗方面是回合制,安排好阵型以后就没你的事了 连技能什么都不用管,也不能设定跟手动操作 别款游戏都还会装一下,让你前期手动,后期再解放自动 这款直接简化,成本都省了 而其他包含剧情方面也不用期待了 目的并不是要你体验游戏跟故事 除了课金,其他免弹 而其他玩法都是照搬换皮手的那套 就不浪费时间介绍了 课金眼方面,除了臭那些脸看起来都很像免洗的角色 就还是那套不失掌精的万用课金模组 我相信即使未来都能上太空自由旅行了 这套课金玩法依旧会遗臭百事,千古不灭 至少我有生之年应该是无法看见它消失了 结论 奋游手中线盘子圣上1 这种因缘IP小说、动画人气高 被抓去改编或者魔改出来的游戏 都只是用来滋润那些二子厂商 游戏本身很难获得善终 时间到了就是官服说拜拜 之后换皮改名又是一尾活龙 而我查资料觉得蛮妙的是 游戏的代言人是周小涵 但Google却没有太多相关资讯 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什么特色事意外 还是没钱做后续广告 反正陆服是已经确定良去 希望台服不会逆袭翻盘就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o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